好,我们开始啊,我们来进入今年2023年第四期的教主基础进化论 那么我把我这个6月2号在那个思科网院做的这个发言 然后单独录一下,因为现场没有录像 所以说我单独录一下 是这么一个主题,就是人工智能对基础架构技术的影响 那么为什么用词叫基础架构呢 因为可能大家也知道我一直在说一个我们的工作应该算是基础架构工程师 对吧,不应该是网工 网工听起来就比较落后了 网工听起来就比较这个远古了 对吧,你说网工就能想到的应该就是路由啊,交换的这些非常远古的 非常传统的一些经典的网络技术 对吧,但是现在呢是一个这个大融合时代 那么各种技术呢都融合在一起 现在在做项目的时候呢 其实各方面的知识呢都需要了解 那么所以说呢现在呢我们管 管我们的职业方向叫做基础架构工程师 那么下面呢我就来介绍一下 今年比较火的这个人工智能可能会对我们这个职业方向有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今年呢最火爆的应该就是人工智能这个技术了 大家都很焦虑 所以说呢我来从我的角度 我看到的角度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好吧 还是先说一下这个基础架构这个技术啊 那么我基本上认为我们的这个工作风味主要是IT方面呢 主要有三个大方面 一个方面呢是程序员 开发相关的程序员 那么这是算是一个程序员算是一个职业方向 这没问题啊 虽然说我也讲Python 但是我们不算程序员 我们算自动化的 搞自动化的 自动化呢也算是基础架构这个分支里面的 跟程序员呢没有什么太多关系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认为数据库 搞数据库的 DBA 那么玩数据库这帮人也算是一个职业方向 好吧 这个也是需要专业的这个程序员来 专业的这个数据库的DBA来管理数据库的 这是一个 我认为其余的全部都可以被归为基础架构方向 包含什么呢 比如说包含我们的网络 包含我们的网络安全 包含我们包含Linux 容器 Docker KVS 包含我们的这些 这个公有云 等等等等 这一系列包含新的那些网络安全技术都算是在我们的这个基础架构这一块 好吧 就说呢 现在呢 我觉得统一的说 就是这个人工智能对我们这一块的这些技术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就是影响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吧 那么主要呢 我分为两个部分可能对我们有影响 一个呢就是解答技术问题 就说呢 以前那么可能老师给你解答问题 那么现在我们的人工智能 我们的GDP4 可不可以帮我们有效的解答问题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 那么有了人工智能之后呢 能不能够自动帮我们去配置我们的网络设备 我觉得这个是我的思考脸 这是这两个我的思考角度 好吧 下面呢我们来来说一下 第一个 现在说呢 现在我们可能会受到人工智能的威胁 因为人工智能呢 就是说那基本上我们要问好了问题 然后呢 基本上人工智能呢 问问题 不是问好问题 就是问问题 然后人工智能呢 都能回答我们的问题 现在就是没有什么他回答不了的 其实我觉得不正确 我觉得首先呢 跟人工智能沟通 你要提出好问题 提出一个好的问题 但是呢 好问题那么好题吗 这是一个很严重 本来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提出好问题 不是说现在它变得很重要 就是说人工智能来了之后 我们需要提出好问题 不是这个问题啊 提出好问题 自古 从古到今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数字 都是一个问题 很多人根本就不会提问题 根本就不会问问题 他的问题就是一个坑 他的问题只要你接 那就是 那就是一个坑 根本就回答不了 因为 很多人问的问题 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问什么 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他就顺嘴这么一说 然后呢 如果说你就跟着他去 回答 那你就掉坑里面了 好吧 所以有时候我我看到一些问题 在群里面 我看到学校问了 我我看到了 但是我确实不敢接 你那问题实在是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只要回答 那就是一个坑 好吧 我我要花很多很多时间 来给你解释 你的问题 你的问题是问的哪不对 你问的我不理解 我觉得可能吧 这个我会花 我会花一个小时的时间 来跟你聊明白 你在问什么 把你的思维给捋顺了 然后呢 我大部分时间都在都在给你捋顺你的问题 好吧 其实问题本身不重要 你问出好问题很重要 好吧 基本上如果说你把问题问对了 问好了 那么我觉得很多人都非常 特别是老师 你只要问题问到位了 很多老师都非常愿意来回答你的问题 对吧 如果对吧 我知道这个东西你在问 那我为什么不帮助你呢 我肯定会愿意帮助你的 但是你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回答的 好吧 因为很多细节里都没有说清楚 我不敢回答那个问题 否则的话 我花大部分时间都在问你这个问题是什么 好吧 把你的把你的思维方式捋顺了 就都得捋一个小时 那大家都有时间成本 对吧 所以很多时候呢 不是说不回答 是实在是看了个问题之后 就觉得这个问题没法跟你聊 好吧 所以呢 不是说人工智能才有这个问题 一直以来 他都是这个事 好吧 很少有人能问的问题 特别到位 把所有的情况 他的想法都列出来了 比如说有时候 我觉得什么叫好问题 比如说我也如果说 我也能够遇到一些高手 其实我也经常会问别人问题 真的 真的 我也以前没有人工智能的时候 我也经常问别人问题 首先我觉得 我会描述清楚我的场景 就是在什么场景下 很具体的一个场景下 遇到的一个很具体的问题 而且甚至呢 我会提出几个可能的答案 并且我会说 这几个答案 我都试过 我都试过 但是似乎不能确定 到底哪个是正确的 就是我尝试过这几个问题 就是很清楚 我很清楚我问的这个场景 问的问题是什么 而且我大概也认真思考过 大概可能的几个答案 然后这几个答案 我也都理解 我都去尝试过 但是我确实不知道真正的问题在哪 或者说答案是什么 我希望一个高手能够引导一下我 如果说你这么问问题 我相信他一定会回答你的 首先你把问题交代明白了 而且甚至集中可能性 虽然说也许你列的那几种可能性 它都不正确 但是不重要 别人一看就知道你思考过这个问题 就是你思考过 我思考过A答案 我思考过B答案 我思考过C答案 虽然说可能最终 我的思考都是错误的 但是至少你能够告诉对方 我是认真思考过的 那么我们俩的思想可能是会在一个频道的 对吧 你回答我的问题 我也能够 我问的问题你容易理解 那么离开我的答案我也容易理解 对吧 所以提出好问题永远是一个技巧 当然到了人工智能时代 这更加是一个技巧 那么大家知道有个 虽然说很多职业可能会被淘汰 但是有一个至少现在有新职业 就是这个提示词工程师 就是如何去做提示词 如何去问问题 那么这本来是一个技巧 确实技巧是有的 跟人工智能你确实需要学一些技巧 但是技巧是一个方面 但是有技巧也没有用 如果说你没有一些足够的基础知识 如果说你没有足够的基础知识 你问不出来好问题 或者说你问出来好问题 那么他给你的一些回答 可能你也不一定搞得明白 OK首先你要知道我们 我刚才说的我们基础架构这个方面 其实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知识 有很多很多的专业术语 其实有时候我真的是我 我以前搞网络 我知道网络最讨厌的 就是很多很多新颖的专业术语 而且都是缩写 都是在说一些某种场景下面的 一些特殊的介绍 对吧 如果说你连这些基本的概念 基本的场景 基本的术语你都不理解的话 你首先问不出来好问题 而且也不理解 也不能够理解对方在说什么 对吧 毕竟这是一个专业的方向 你需要有些专业的基础知识 和专业的黑化 是吧 所以说你一定要有充沛的知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几年前我们流行T型人才 就是一专多能 然后后来又派型人才 就说可能我们需要在两个方面上 都比较突出 然后知识面也比较广 但是现在可能叫做 如果说人工智能在的话 可能我们需要一个雪花型人才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时代 如果说理想在某一些方面 能够战胜80%甚至90%的人的话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在某一个方面做的非常专业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对吧 那么 但是现在也许还有另外一条路 就是说我其实可以 就是我知识面比较广 我在哪一个方面 其实都有涉猎 但是可能每个方面都不是很专业 就是基本概念 黑化 术语 我都懂 但是我并不专业 以前这种的 其实没有太多的用处 因为你确实是没有专长 你就是啥啥都懂一点 啥啥懂一点 有什么用呢 以前确实就没用 好吧 就啥啥懂一点 你解决不了任何的一个具体的问题 但是现在这个时代也许变得不一样了 也许呢 就是说 就是需要每个方面都要懂一些 都要懂一些基本的概念 入门 一些基本术语 你都能够理解 然后呢 这不重要 只要你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 你会问问题 你会使用一些工具 那么应该说战胜百分之六十 至少百分之六十的人 是问题不大的 那么如果说你用的好 战胜百分之七十的人 也是可能的 注意啊 你是在全方面 各方面战胜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人 这种可能是现在这个时代 最需要的人才 但是反而可能并不太困难 因为你只需要把所有的知识 都要有一个基本概念 然后呢 会使用人工智能的工具 更好的和人工智能的技术进行合作 然后呢 你在全方面战胜百分之六十和七十的人才 是可能的了 以前是真不可能 现在是真有可能 而且可能还不会太困难 远远低于你在某一个方面 战胜百分之八十甚至九十的这种人 可能会更加简单一些 我认为现在这个时代 应该是这么来进行学习 就是通识教育 就是至少在我们技术架构这一块 应该做一个通识教育 就是什么知识都应该去了解一下 基本概念 然后呢 知道呢 如何在这方面 我们的人工智能 如何在这方面能够帮助我们 使用一些常用的一些人工智能的技术 来增强你自己 也许这才是一个这个时代 真正应该有的一个学习的方案 可能并不像我当年 刚刚入行的时候 差不多20年前入行的时候 我觉得任何一个方面都需要专家 专业 确实需要专家 确实需要专业 确实需要有那种能够在这个方面 战胜百分之八十甚至九十的超级专业人才 这是依然依然是需要的 但是可能并不需要那么多 超级的专家可能只需要那么几个就可以了 好吧 但是可能更多的是需要全方面的人才 也许在这个时代 我们进入到了这么一个时代的一个门口 也许我们需要转变我们的学习方法 可能以前我们总是需要在专在某个方面 专业的去学习很多很多详细的知识 但是也许呢 现在应该会转变一种思维 每个方面都应该涉猎去了解一下 OK 在这方面呢 应该算是我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 因为这两年我搞我自己的教主VIP 基本上就是属于各方各面 我啥课也都讲 真的是大家关注我 进化论或者说教主VIP 基本上就是属于这种什么课我也都讲 什么方面我都涉猎 我觉得比较符合我现在的状态 好吧 所以我准备一段时间去 我们周四吧 我觉得我讲做一个在线的直播 给大家聊聊 那么你们觉得这个时代 我们的基础架构这个方面 那么应该具备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最基础的数字 对吧 然后呢应该和如何和人工智能沟通 人工智能如何能够来增加我们的这个全方面的知识 好吧 这个我们就是本周四 本周四晚上 今天是周一 我们本周四 本周四 OK 那么应该是8号 8号 好吧 我们晚上7点半做一个直播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来参加一下 好吧 这是我的一个思想 这是一个 好 然后呢 我们继续继续说 那么很多人说呢 这个 人工智能是不是能够很好的帮我们来解决问题 就是我们提出问题 它能不能够很好的解决 其实我觉得现在一般一般啊 就是说为什么就是我就是为什么看到 其实人工智能能够很好的去写文章画画 也能够很好的去写程序 那么那为什么说在我我我的评价是在我们这个方面 人工智能回答的问题其实一般 为什么一般呢 因为我们这个方面问题 现在问题有边界吗 我认为问题是有边界的 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我认为这种GDP啊 这种深层式语言模型 那么他会在这种写文章画画 或者开发这些方面 那么比较在行 因为他们那些那几个方面的问题 往往是无所谓正确与错误的 就是没有边界的 我认为他们是没有边界的 他们无所谓正确与错误 就是说一篇文章 你只能说写的超级好和写的超级烂 应该不存在这篇文章是错误的这种说法吧 对吧我觉得不存在吧 就是说只能说这个哥们写的太烂了 对吧就是对吧说不到点上 但你不能说这个文章是错误的 文章有错误这个说法没有 是吧画画也是 画画里能说画的比较烂 他画的比较好 你不能说画的比较错 没有没有没有错这个说法 是吧 程序员也是你可以写的比较好 你可以写的比较烂 但是基本上只要你能实现目标 虽然说你只要能实现目标 那么那基本上都 那有那都行 你可以说是写的好写的不好 对吧 那你不能说写的错 这个我觉得也不应该 但是呢在我们基础架构这一块 咱们就说网络为例 那么确实会存在正确与错误的 因为有些功能 比如说像思科 比如说像华为 他没有提供这个功能 他没有提供 他不支持这个功能 像电冰箱 电冰箱他不能自热 对吧 就没有这个功能 对吧 没有这个功能 那就是有边界 那就是有对和错这个说法 有唯一正确答案的说法 对吧 我们这就有唯一正确答案的说法 但是呢 生成语言模型 经常会发现一个比较严重的错误 就是明明没有 他深深给你编一个出来 胡编是他的一个特点 好吧 在其他方面 比如说写文章胡编 这也还行 对吧 画画胡画 这也还行 对吧 但是 但是我们这也不能胡编 咱们这真有唯一正确答案 对吧 虽然说他也能够帮你生成一些配置 但是我看了那个配置 你要知道 配置这玩意儿 你为什么要当它生成 就是你不会配 那么 那么这个配置什么叫做 能用的 那就是一刷就能过的 百分百正确 对吧 你才认为这玩意儿是好用的 如果说任何几句话 他敲不上去 或者是不好用 那其实 那就是不好用的 那就是错误的 对吧 真正就是 像我们这个网络这块 就是必须要得到一个 真正的唯一正确答案 就是唯一正确的配置 唯一正确的一个结果 有没有怎么做 对吧 但是呢 在这方面呢 确实会存在一定的问题 现在我 我我我跟他接触很多 我我记得一次 我经常用 我跟他接触的比较多 现在这样的 我一般问什么呢 问那些我知道的 我做过的 就是我做过 我知道 肯定 行 肯定 任何问题 只是呢 我这个老子呢 从来也不记 也不记忆任何东西 其中可能各位都知道 虽然说我讲了这么多 有些人说 你讲了这么多 你都记得吗 我说我不记得 我不记得 好吧 我我写过PPT 我讲过 我了解概念 我都做过 我看过 我见过 好吧 但我没有记过 我不记 好吧 所以你要让我 问我具体的 我也不记得 我真的是不记得 你别跟我说 你别跟我说 我是真不记得 好吧 但是呢 我都有概念 所以呢 比如说 我现在遇到了一个场景 那么我知道 在玩我做过 我知道怎么回事 这种东西 我确认 肯定是搞得定的 那我就问GDP是 他的给我的结果 我一看 对对对 是怎么做 对对对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我做过 好吧 然后呢 我把它贴一下 简单操作一下 就行 这种问题 基本上我问他 好吧 这个特别 对我帮助特别大 就是那些我知道的 但是我想不起来细节的 这东西对我帮助特别大 就是我一看 对对对 当时我做过 对 是有这些东西 然后看了步骤也对 然后我弄上去 就搞定了 但是呢 如果说我自己不确定 就是这事儿 我也不确定 到底行还是不行 也许 也许行 也许不行 也许时刻支持 也许不支持 这种玩意 我可不敢 我可不敢问他 这种情况下 基本上我还是需要谷歌去确诊一下是真实存在的 就这事儿 是真的是行的 是真实有人类去做过的 对吧 只是说呢 可以用GDP帮我整理整理 哪几步 注意什么细节 对吧 可能这个时候 我才会用到 我一定会用谷歌先确认一下 否则的话 我经常会被他忽悠 因为有段时间 我长期每天 哪被他忽悠 两小时 我要收购了 好吧 所以现在我大概知道是怎么玩法 OK 所以由于这个问题 由于我们的问题 往往是有一个 唯一正确答案的 所以说呢 现在 我觉得还是有 使用它 还是有一些困难的 有些问题 当然因为现在需要 专业的厂商 比如说像斯科呀 或者AWS呀 应该他们做了一些 专业的内部训练 应该他们出一些 专业的内部训练出来 好吧 来给我们做一些辅助 就跟 就跟为什么 开发这么靠谱 就是因为 GitHub都被他看过 整个GitHub都被他看过 你的所有代码都被他看过 GitHub基本上是 所有程序员的东西 好吧 那么所以说他看了那么多 所以说 他就会比较准确 但是斯科呀 跟我们这一块 就不存在这种东西 你能说 我们所有的配置都在一个 都在GitHub上面吗 对吧 都被他看过 学习过吗 确实没有 好吧 这个可能需要斯科自己去 给他做一些更多的工作 去做一些更好的训练 给我们更准确的答案 而到现在呢 确实有一定的问题 好吧 好 随便说一下 这几幅画 这几幅画 都是我画了 两多小时 然后呢 自己画的 就是这几幅配图 都是我用这个 人工智能 Murgini 然后呢 花了两个多小时来画的 大家觉得还行吧 对吧 说实在的 我也是个画家 从小也就喜欢画画 到了后来 后来当然 咱们就干这行了 对吧 但是现在呢 我发现有人工智能之后呢 可以淘远我的情操 我可以把我的自己画画的这个东西捡起来 好吧 也许过段时间 我做个曲子 给你们玩玩看行不行啊 至少能够丰富 各位的这个 就是以前曾经 你不敢去做的 不敢去想的事 现在有人工智能之后 可以去想去干了 好吧 至少我觉得画画 我给自己的PPT配个图 完全没有问题 好吧 至少我觉得还很开心的 也许过段时间 我做音乐 给你们听听 好吧 好 这是第一个问题 就是解决技术问题 好吧 就是我觉得需要更好的 大家需要了解更多的基础知识 了解更多的术语 然后更好的跟人工智能沟通 来提升你自己 希望大家能够成为一个雪花性人才 能够在各方面都有涉链 然后呢用了人工智能的加持 能够让你战胜 6%到70%的人 我觉得这应该就是一个很强大 以前是不存在的神人了 但是现在呢 确实是可以 在不付出太多努力的情况下 比较容易实现 好吧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新的学习方向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配置 配置 如果说你认为网络设备 还是应该用console口 网络设备还是应该用tags 或者SSH通过命令行 然后呢通过键盘 然后呢进行交互 然后配置的话 那我觉得你的世界还行 好吧 就是我觉得你的世界还好 人工智能好像没太多则 好吧 就是你如果还是用这种传统思想来想网络配置的话 那我觉得那里的世界还挺好的 好吧 继续吧 好吧 我觉得人工智能在这方面还真的不行 但是如果说你的思想是转变到了这种全自动化 比如说现在我讲的DevOps的这个课程 就能够实现 不是配置一个网络 是开发一个网络 开发一个基础架构的环境 开发一个整个数据中心 然后呢 你就跟开发程序一样 来开发出来的 OK 你可以用一些基础架构机代码的这些技术 比如说Terraform 这些技术实现技术架构 真的就是码代码 这个代码打上去 一个数据中心 整个圆区网全部都实现了 这个代码撤下来 在云端的 当然一般来说公共云 整个云端的 这个数据中心就消失了 代码在 网络在 代码没有 网络消失 OK 而且整个都用Git做版本的控制 你可以去不断的去迭代你的版本 更新你的版本 测试你的版本 恢复你的版本 比较你的版本 可以有效的 就是完全就是 完全走着开发的路子 好吧 到现在为止 这一切已经完全可以实现了 好 然后呢 当你看啊 就是CICD就是用开发的思想 持续的整合 持续的部署 持续的整合就是说 那么我们这是 首先这是一版代码 然后呢 现在呢 又加入了新的代码内容 那么需要把新的代码内容呢 加到原来代码内容里面呢 做一个整合 我们需要做一个测试 那么像思科 他就有自己的这个 专门的这个 NFV的蓄理环境 不能叫做模拟器 我觉得不能叫模拟器 思科的话 所有产品都有蓄理化版本 所有的产品都有蓄理化版本 你可以比着生产环境 拉一套 用他的这个 NFV的实验环境 来拉一套 跟我们的真实环境 一比一的 这么一个蓄理环境出来 然后呢 把这新的代码 在这个新的环境下 在这个测试环境下面 来做一个持续的整合 把代码融合进去 来做各种各样的 相应的一些测试 右下角是测试 比如用PYATS 和一些这个ROP的Fanwork PYTest 来进行一些测试 好 当测试成功 CI结束 整合成功 就是把新的版代码 整合到老的代码里面去 然后并且做了有效的测试 注意啊 网络完全是可以开发的 根本就不需要打任何的命令 注意这跟你的Python自动化 也不一样 不是Python 不是Python自动化 这是基础架构接代码 更高端的一个说法 好吧 就是完全的用这些技术 来实现一个代码的 就是用代码来实现 网络 安全 应用交付 等等等等一切 都是可以用代码来实现的 完全就是开发了一个网络出来 好吧 然后呢 能够能够在一个 在这个测试环境下面 来做代码的整合 再来做代码的测试 OK OK,测试完了之后,CD,那么就可以把这个测试完毕的这个代码,然后打到生产环境下面去,并且在生产环境继续做测试,然后再做一个测试报告,如果说一切都没有问题,那就实施成功了,就是未来就是完全跟,完全是一种开发的生命周期来对整个网络进行设计的,如果,当然,左上角就是一些协同工具,WebEx,或者丁丁,或者什么样的协同工具,就是说,如果出了问题,可以联系到谁,甚至呢,这个丁丁啊, 或者WebEx呢,可以有些机器人,对吧,可以实现ChatOps,就可以通过机器人来帮你说一些自动化的测试,都是可以实现的,好吧,如果说呢,你的整个场景能够实现这种代码化的,能够实现完全开发的这种CICD的话,那这个时候,人工智能就会比较在好了,人工智能比较在好呢,就是开发,代码这一块,好吧,那么它就能够帮你生成, 就是说,如果说你在开发某些细节的时候,你不知道的话,人工智能就会帮你生成相应的代码,我最近做一些Ansible,做一些Terraform和CloudFormation,我用一些,像一些VSCode,或者是PYChunk,它们的自带的一些人工智能工具,就能帮我生成大量的代码, OK,好,如果说呢,是这样的话,那么我觉得就是这个也是大家需要学习的,就是未来也许不再需要用什么命令行,抗索口这些东西了,也许未来都是代码化的,那么在这种场景下,我们的人工智能可能才会真正的,在这方面发挥重要的,重要的帮助,好吧, 也是因为这个,所以说现在更多的公司在推进这种全新的,技术加工机代码的,这种CICD的,这种开发周期的,这种整个网络以开发的形式来实现的这种解决方案,好吧,希望大家也能够了解一下,我也有相应的DevOps课程, 好,那么这应该呢,就是我在长沙的这个思科网院的课程上面呢,做的一个发言,那么现在呢,给他做了一个录像,那么本周四,我们七点半会有一个这个,呃,见面会吧,就是在线的聊天会,那我们可以聊一聊,未来我们这个人工智能实战应该是怎么来学习,好吧,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到底应该掌握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基础知识,怎么学习,好吧,我们一起在周四我们聚一聚来聊, 聊一聊这个相应的主题,好,那么这些新华论呢,咱们就讲到这儿。